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ings Education 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上周我们讲了STEM专业中最受欢迎的计算机专业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Non-STEM有哪些同样火爆的专业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学Non-STEM专业 高中规划又有哪些注意事项 毕业后的发展又如何呢 今天就由Enlightings的Senior Consultant Erica老师拥有12年大学申请经验 同时也是UC Berkeley认证的大学升学顾问和职业规划师 来为我们讲一讲STEM之外的最火大学专业有哪些 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了解Enlighting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 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 ACT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 三湾市 半岛 Sacramento 南加 还有西雅图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 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 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如果大家在讲座期间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屏幕下方的Chat功能里打出来 我们会在讲座的最后问答环节 尽可能回答大家今天提出的所有问题 因为讲座时间有限 收到的问题会按照先后顺序回答 建议大家尽早提问 好的 那么下面就有请Erika老师 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的 谢谢Eli老师 哈喽 大家好 大家新年好 很高兴又在今天的这个 每周的教育现场和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呢 是关于这个Non-STEM major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agenda 首先还是会为大家进行一周教育资讯解读 接下来呢 我会为大家介绍今年最火爆的 Non-STEM major的分类和简单的介绍 以及这些专业的职业发展路径 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分享 那什么样的学生适合申请这一类的专业呢 以及如果你打算准备要申请这一类的专业的话 那么应当如何来规划这个大学申请的准备 OK 本周的这个教育资讯 我们还是简单的来说一说 2021年的这个申请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下个星期开始 1.2的结果也慢慢慢慢的要出来了 今年整体来讲的话 整个这个申请的情况 还是非常的unexpected 也是非常的成两极化的一个出现 那么根据Common App 是整体的这个申请都有上升 但是实际上 其实是这些最好的这些学校 他收到的这个申请是最多的 那么对于这些first generation low income的学生 他们的申请其实是有所下降 所以是进一步的两极化了 那么以早生的情况来看的话 这些top 30的学校 像Harvard 这些腾校就不说了 那么包括像弗吉尼亚大学 包括像乔治亚大学 这些的申请都是成倍成倍的增长 都是百分之几十这样的增长 这招生官都忙不过来 但是另外一些学校呢 却无人问津 那么根据这个Navians的统计 学校来讲的话 一般就是这种非常大型的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 学生在2万人以上的 这样的学校 他的这个整体的申请人数 还是有所增长的 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小型学校的话 其实这个申请人数的下降 是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从这个Ethnicity来看的话 那么针对这个Hispanic 像Hispanic Latino or Black学生 他们的其实整体的这个申请人数 还是有所下降的 但是针对白人 针对亚裔学生 整体的申请人数 还是有所上升 所以就是今年的这个申请情况 两极分化 非常的 非常的严重 那么我们 等这个最新的大学 录取结果出来之后 会为大家进行进一步的解析 我们今天还是言归正传 来为大家分享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这个 Non-STEM专业 Non-STEM专业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广的一个category 哪些专业是Non-STEM专业呢 就是你把这个 Science 把Technology 把Engineering Mathematics 这些都除去 那么其他剩下的 就都叫Non-STEM专业 那么这里呢 给大家做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基本上来讲 Non-STEM的话 你可以把它 看作这个 Humanity 是人文 Social Science 这整个三个大块来看 那么在这三大块下头 有很多的一些专业细分 首先就是对于人文专业来讲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这些literature 包括classics 然后包括所有的外语 比如说我们常常常 常见这些Asian Studies Chinese Language Japanese Language Hispanic Language French Culture 然后这个 甚至我今年还有学生申请 这个Russian Studies 都有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 Humanities的专业 就是我们简称的文史哲吧 历史哲学 包括宗教神学 这些都是 这个Humanities 人文专业 下面的一些细分 那么另外一大类呢 就是Social Science 就是社科 社科下面就很多了 首先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社科 当然就是商科 那么商科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类 商科下面又有很多的专业 会计 金融市场营销 工商管理 等等等等 那这个的话呢 这个下周会有本老师为大家来具体的来分享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商科之外的社科专业 包括这个人类学 Anthropology 考古学 然后犯罪学 我们平常常见的这个communication 传媒传播 经济学 经济学 教育学 新闻 然后语言学 linguistics political science 心理学 public policy sociology urban planning 这些都是比较 常见的吧 比较常见的一些social sciences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更小众的 我们就不在这里提了 那么除此之外就是arts arts呢 这个当然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类 这个我们也是在将来的讲座会为大家详细的介绍 那么艺术类的专业下面 那么就是一个建筑 这个是一个大量建筑设计 这些 然后visual arts visual arts当然也包括很多 从这个最基本这个绘画 到这个digital media 然后还有这个设计 设计也很多 对吧 fashion design industrial design 很多performing arts 这都是属于艺术类的 performing arts下面的music theater dance 这些都是 那么这么多的major 到底就是今年最火爆的non-stand major 有哪些呢 那么我们这里为大家做了一些统计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表 是根据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大学的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Workforce 它统计出来 最近出的一个报告 里面统计了就是 今年最佳的monstam college majors 那么这个呢 是根据这些专业 它的一个median salary 来排名的 那么我们看到前面的 前15名都包括 有经济学金融会计 然后这个agricultural econ 其实也是算是 经济学下面的一个系的分支 然后psychology 这个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这样就是工业组织心理学 然后再往下是public policy 然后political science 然后marketing 基本上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可以分为几个大块 一个经济学 一个是商科 一个心理学 然后还有就是政治领域里面的 政治科学和public policy 那么来看 这个是根据payscale payscale为大家统计了 排名前50里面的 non-stam major 那么这个排名的话 是把就是基本上 把一些商科的一些专业 没有放在这里面 这里面主要就是放了一些 社科的 那么基本上看到 就是被这个经济学 被政治所 基本上所霸占了 OK 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 US News US News的top 50 best jobs 然后大家看到这里 有这个substance abuse and behavioral disorder counselor 这个是 就是说青少年的 这个drug problems 然后这个是counselor 然后还有这个marriage family therapist 这些其实都是 就是心理学专业下面的 就是今后的一些就业方向 然后还有这个 cartographer 这个是其实是制图师 是和地理专业有关的 然后完了之后 还有psychiatrist psychiatrist其实也是心理学下面的分支 然后lawyer 这个就不说了律师 interpreter translator 这个是如果你是学这个语言的 那么这个做翻译 这个是今后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看到US News 它的best job ranking 这几个都是排在前50的 那么看到这个薪水的 median salary的这个range 是有一些不一样 那么为什么这些好像薪水不高 但是却排在前面呢 那因为这个US News 它的这个排名 不光是根据 就是薪水的多少 同时它还结合了 这个职业 它的unemployment rate 然后还有未来十年的这个增长 以及未来的就业前景 还有这些工作 它的stress level和study life balance 它是把所有的这些因素 都综合进去了之后 然后得出来的这个best jobs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早正为大家介绍 几个特别火爆的 其实从刚刚的这几个排名 我们也已经可以 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 一些比较火爆的 这个non-stamp专业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经济学 然后心理学 然后还有政治领域 这几个专业 所以接下来我会为大家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经济学 经济学economics 这个专业 相信大家就是 已经是听过无数遍了 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 这个也可以说是很多学生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就是会很多人选的一个专业 但实际上就说这个专业 学出来是干什么的 到底学什么的 其实很多同学可能并不清楚 就好像economics 就是和这个和钱有关的 都知道是这个经济 但是具体学什么 那么economics这个大专业下面呢 其实是有许多的小的系的分支 那么每一个学校会略有不同 这里呢我是为大家 拿这个Harvard University 它的undergraduate economics专业 下面的系分来为大家举例 因为这个经济学专业嘛 在哈佛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最大的 他们的哈佛最大的一个系 所以它下面的这个分支也是非常 基本上是很全 就是把这个经济学下面 能够涵盖到的一些方向 基本上都cover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底下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它下面的分支 就是基本上涵盖了 你要走这个商业 或者是走这个人文方向 然后走环境方向 走医疗方向 然后偏数学方向 偏这个组织人口 宏观 微观 基本上都cover 所以就是说 其实可以说经济学是一个覆盖面 非常非常广的专业 那么你进到学校以后 你可以选很多的这个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细分 其实非常有趣 因为用了Harvard这个例子呢 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其实很多学生 他申请进到这个藤校之后 不管是Harvard还是Yale 就他们可能进去的时候 这个专业是五花八门的 包括Princeton 那么其实学生到了毕业的时候 基本上一大半的学生 就会选择这个economics毕业 为什么呢 这些藤校学生 这个econ专业毕业了之后 他们基本上就是 要不是就进投行 要不是就是进这个consulting 进这个咨询 像什么麦肯锡啊 像什么波斯顿咨询啊 Bang啊 这些都是可以说可以说是 藤校的这个feater company 为什么这么多人选econ 就是除了他这个就业前景 当然就是这些藤校 他没有business专业 所以这个econ就是相当于 藤校的business专业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确实他这个econ下面 有一个兴奋方向 就是finance 所以其实基本上 就是econ和finance 可以说是 有紧密的联系的 所以基本上 你看我们的这个 econ专业毕业出来 他的就业的 这个出路也是非常的广 那么你除了 你可以做这个market research 你可以进企业里面 做market research analyst 现在也是非常的需要 这一类的人才 除此之外呢 就是你可以做banking banking里面也很多 你可以做这个投行 可以做这个private equity 然后当然你做会计 也是ok的 其实就很多公司 他这个finance department 也是需要这些 econ major的毕业生 然后做accounting这些 然后当然除此之外 你可以做portfolio management financial advising 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corporate finance 就是刚刚有说的 这个in-house corporate in-house finance department 这些都是喜欢 找econ专业的毕业生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consulting 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进government 那么进government之后 像什么policy analyst 然后你可以做这个economist 然后可以做research 除了这个government healthcare 当然也是一个方向 那么如果你想继续深造的话 law school也是一个出路 那么比如说 你如果是在undergrad的时候 修的是这个economic history 这一类的specialization 那么是和这个law school 其实是非常对口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econ专专业 所以为什么它也是最火爆的专业 收入也是非常的高的 而且这个专业呢 它也是灵活度比较大 可以偏文也可以偏理 接下来想跟大家再介绍一下 关于这个心理学 心理学也是非常多人申请的一个专业 很多很多学生也是喜欢走这个心理学 这个方向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 不是特别的想走 像这个engineering 像computer science 数学啊这一类的 但是呢也不是 也并不是说我非得一定要去学文史哲 那么很多学生呢 他其实对心理学 他就觉得心理学是研究 这个人动机啊行为怎么想的 研究这个brain brain science 听起来非常的有趣 而且他的这个出路非常的广 所以这个就成了许多学生的一个选项 如果是作为心理学的major的话 我们会学些什么呢 那这里为大家就是用这个 UC San Diego 他的psychology major下面的specialization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么多细分 你可以走这个临床 也可以走意识方面 cognitive psycholog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然后human health sensation perception 这个是UC San Diego 一个比较unique的一个specialization 然后social psychology 这个就是偏更文艺的方向 然后business psychology 然后还有就是cognitive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neuroscience 其实和psychology 是非常closely related 那么我作为就是psychology的这个专业 毕业之后 我的这个就业前景在哪里 当然就是你的角色 其实就业的方向也是非常的广 首先就是你可以做专门的这样的counselor counselor包括你可以做这个substance abuse counselor 这个也是刚刚有在这个us news best shops上榜的一个专业 那么除此之外 psychology major 其实你如果要进到企业的话 就是你又做这个human resources 做marketing方面 其实都是ok的 甚至现在就很多tech公司 其实它也非常欢迎心理学业的学生 因为就是他们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 很多时候要考虑到这个user experience 那么是非常需要 就是说有人对这个用户 他的一些行为的模式啊 一些行为的动机 就是有学习有研究这样的一些一些学生 那么如果是做business 你在做marketing方面 像其实marketing 它的这个上升空间也是非常大 如果是作为做这个marketing manager median salary可以上到13万以上 那除此之外 就是像marriage family therapist 这些 然后clinical psychologist 这里面就是包括的 其实也是很多了 比如说你可以做这个forensic psychologist 这个是涉及到criminal justice方向的 然后你也可以做sports psychologist sports psychologist 主要就是研究这个运动员 他在play sports的这个过程中 然后他如果是受伤了呀 或者说是环境上面的一些改变啊 对他心理上面的一些影响 当然还有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这个是运用在教育领域的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还有这个io psychologist 这个也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就业方向 非常受欢迎 这个主要是在企业里面研究这个组织行为学方面的 这个psychologist 然后除此之外就是school counselor就在学校里面就是服务学生的 这个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然后psychiatrist psychiatrist这个和psychologist其实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psychiatrist 他的gelerate range就上升空间就非常广了 那么他的区别就是在说psychiatrist 他是针对这些有mental health疾病的病人 他是可以就是prescribe medication 是可以用药的 当然如果你要作为psychiatrist 你是一定要有这个medical school 这个有doctoral degree 那么一般的psychologist呢 他只是做一些psychotherapy 他是不能够来prescribe medication 那除此之外就是social worker 然后pro officer 当然psychology如果你还想继续深造 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premium major 下一个呢是在这个政治领域的 也就是法律领域里面的一些比较受欢迎的专业 也就是public policy public policy这个一般可能了解的就是比较少 但实际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专业 然后其实他的就业前景也非常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以这个stanford也是非常强的这个public policy专业 他下面有许多的specialization 那里面包括了这个policy analysis 然后有这个跟这个development growth有关的 跟这个discrimination crime poverty有关的 跟education healthcare 然后跟这个interna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然后law political moral philosophy 然后还有跟environment有关的 然后也有跟science technology有关的 和urban regional policy 说白了就是public policy是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为什么它涵盖的这个领域这么广 就是因为public policy它学的就是说 你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政策出来 就是在这个公共场所能不能吸烟 那么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是需要有人来分析 就是要结合各个方面的因素来分析 这个政策出来之后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会对这个经济有什么影响 会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其实说法来就是每一条公共政策出来之后 就是要有人来分析 这个政策合不合理 能不能实施 能不能有效的实施 所以这些就是public policy所要学习的 所以它的涵盖的范围 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广 因为我们的这个public policy 确实是覆盖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教育到环境到治安 到移民政策等等等等 那public policy它就业的这个career path 也是非常的广 有很多的这个job roles 从这个public policy officer 然后你可以做analyst 就是policy analyst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 当然你可以就是在这个government里面 然后你可以做consultant 你可以做out of care 然后你可以做research 然后可以去做lobbyist environmental planner 这些都是需要public policy major的学生 organization 当然就是government 非常需要这一类的毕业生 那除此之外 就是可以去一些 advocacy organization 然后可以去think tank 就是智库 也是非常需要这一类的学生 除此之外 一些不是特别就是常见的 比如像biotech healthcare 比如说像这个hp啊 这些公司 其实它是需要的 然后甚至像一些technology公司 比如像amazon 比如说像google 像ibm cisco oracle 这些其实它都需要 因为这些公司 它的这个企业发展 就是会和这个public policy 是紧密相连的 所以需要就是这一类的毕业生 做这个analysis 当然还有这个national labs 里面都会需要这一类的人才 那么在法律领域 还有另外一个专业 也是非常的popular 是这个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science 它的这个就业面 也是比较宽的 就是你主要是 在这个政府部门 然后你可以做这个lawyer 做律师 当然也可以在企业里面 做business executive 也可以从事policy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political science 和public policy的区别在哪里 到底这两个专业有什么不同 那么public policy呢 它主要是分析 就是说你这个政策 能不能出来 你的政策的利弊是怎么样的 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怎么样 那political science呢 它主要学习的是 就是你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它的政治体系 以及它就是说 每一个政府的决策 它是怎么样 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流程 来进行决策 所以就political science 其实是学的是 整个更偏体系方面的 一些知识 OK那么 这些专业 就是大家可能会想 一方面是就业 那么如果我不就业的话 我继续深造 有什么样的 就是有什么样的出路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当然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你想走这个 法律路径 那么比较常见的 这个pre-law undergrad degrees 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history business english philosophilical science econ 其实这些major都是 为今后 如果你要读 JD要走法学院的路线 可以铺路的 那么这个medicine 当然就是另外一条 也是高收入的一个职业方向 那么大家可能常常就会认为说 如果说今后要读医学院的话 那我大学肯定是读这个biology了 其实是也不是 就很多学生是学 biological science的专业 确实我们看到这里有个数据 就是今年medical school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申请情况 确实是biological sciences的 这个申请人数是最多的 但实际上除了这个science之外 其实像其他的humanities的专业 也是可以申请medical school的 当然就是你读数学这些就不说了 physical science这些 就是stem major咱们都不说了 咱们今天主要是看一下non-stem major non-stem major里面 你像这个humanities 像social sciences 像specialized health sciences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申请medical school的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这些专业像 这个humanities 它的这个medical school的acceptance rate 其实是最高的 反而还高于biological sciences 所以大家可以开拓一下 keep an open mind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些major 它的这个出路是 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我们要选择 这样的non-stem专业 那我们也看到 基本上今天就是我们讨论的 主要是focus在social science 这个方向 那社科专业下面 好几个专业 确实也是将来的出路 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我要学习这样的专业 就是基本上 我在大学期间 我需要的一些key skills 有哪些 那么什么样的学生 适合选择这样的专业 基本上就是为大家总结了五个方面 如果说是走social science 这条路 首先你的这个reading skill 是非常需要的 尤其是如果说今后 你想走这个pre-law的这个方向 那么你一定是会 要有大量的这个阅读 因为你需要具备 就是这些knowledge 你需要understand the natural and physical world and human cultures 所以是需要通过阅读 来具备这样的知识 然后就是critical thinking 那么你在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 要培养自己的这个批判性思维 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 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是说人云亦云 而是说我能够通过 自己的这种research 然后自己去抓取信息来得出自己的结论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这个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这个是社科学生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其实不管是ecom 不管是psychology 还是这个public policy 其实他研究的都是 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社会 来解决问题 psychology这些 学生出了问题 然后这个家里面 有人婚姻出了问题 或者是有人有这个drug problems 那你怎么样作为counselor 来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是有人suffer from mental health issues 你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public policy 这些policy 能不能address一些social issues 对吧 包括ecom 那么你的这个economic policy 对企业 然后对individuals 对这个residents 对community有什么影响 所以其实是需要你有这种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skills 那么除此之外 就是communication 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communication 基本上就是你的一个 oral communication 一个written communication 就大量的你要写paper 然后你要prepare case studies 你要来 然后来present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interpersonal 就是你要有具备 这个很强的social skills 因为这个 这些学科都不是 关在实验室里面 来研究细胞的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应用学科 所以就是你 不管是你要 你要pursue这个law也好 还是做finance也好 还是做这个psychologist 其实其实说白了 还是在与人打交道 所以这个interpersonal skills 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些skills都是 就是说学习这些 社科 社科类的专业 你需要去发展的一些key skills 那么你具备了这样的一些skills 实际上其实 它能够运用的领域 就是非常的广 因为这些都是transferable skills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不管在什么类型的organization里面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的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 就是说到底这一类的学科 是不是适合我呢 就是说什么样的学生来适合呢 那根据我们的经验的话 就是我觉得首先一个 可能有的学生 就是你要问问自己 是不是就是说喜欢 跟这种real world 跟这种社会相关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对这个真实社会里面 发生的这些事情 存在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感兴趣 你比如说有的学生 他就喜欢 就是喜欢研究数学 对吧 有的他就喜欢code 有的他就是喜欢build的东西 我说这些都是stem的 那有的就是喜欢写诗 就是说 他并不是说特别的关注 这个社会性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是就是这些区别 因为有的学生 他就是喜欢研究这个natural world 对吧 所以你像就是again 对吧 我们说到的这个econ 说到这个psychology 说到这个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policy 这些都是就是所谓的社会 社会科学嘛 就是social和society相关的 所以就是要问问自己 你可以想一想 自己平时喜不喜欢关注这些实施 就喜不喜欢了解这些 比如说了解这些business world 是不是关注这些politics 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这些学科来讲的话 其实是对一些比较追求study life balance 的一些学生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其实这些专业来讲的话 并不需要就是说 不需要你做很多很多的阅读 假如说你是English major 或者是History major 那么真的就是要一本一本书的去进行大量的阅读 但是这个不需要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其实它的这个学习量又不是很大 就假如说你真的是一个STEM major 你是一个engineering专业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你是没有任何的选课的自由的 一进大学就开始 就是基本上全是就是major prep courses 然后一直到毕业 可以说就是说会学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要那么大的压力 不想学的那么累 那么就是social science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些flexibilities 就是你可能觉得 其实我数学也还ok啊 就我数学也不差 但是呢我又不喜欢数学 我又不喜欢去 就是天天研究这些数学理论啊 或者怎么样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好像我文科也还可以 就是这个学校的课我都ok 但是呢我也不想去当什么作家 我也不想去研究这个philosophy啊 这些的 那么其实这样来讲的话 就是说这些专业也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这些专业里面就是 它有很多的flexibility 你比如像econ对吧 你可以走 其实你是你可以往这个STEM方向发展 可以走偏离的方向 比如说你走finance 你比如说你像你走这个economic 就是这个quantitativeeconomics 这些都是朝理科方向发展 那么如果你想走文方面呢 你比如说像这个econ history social economy 这些又是很文的 psychology也是啊 你可以走就是很理的方向 就是走science的这个方向 甚至这个psychology里面 也涉及到就是一些statistics的东西啊 你需要去analyze 这个是往里的方向 那么另外一样 你不想走这个很理的方向 你可以偏文一点 那就一般就是你可以走临床啊 临床这些就是需要 你有很强的communication interpersonal skills 这是一个方向 political science其实也是这样 public policy都是这样 都是就是说可文可理 你像stanford非常的有趣 stanford的这个public policy专业 它下面有个specialization 是data science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要研究这些public policy 你是需要有数据支撑的 所以其实就是public policy专业 它会做很多的这些数据分析 这个就是往里的方向发展 那么如果你想走文的方向 那其实你又可以就是把它看为一个 这个就see it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对吧 那么因为是就是你需要了解 这个人他怎么样来做这些决策的 这个policy它背后的这个motivation是什么 所以都是一些可文可理 有很多的flexibilities 给大家很多的未来的发展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说这个适不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方向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想说一下 如果说这些确实是我想要准备申请的大学方向 那么我应该如何来准备自己呢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从这三个方面来思考 就我们必须有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那么一个就是你的这个knowledge 就是知识储备 第二个就是humanity 你要具备人文关怀精神 第三个就是citizenship 就是你的这个家国情怀 你作为这个这个国家的公民之一 那么你到底有多关心你自己的国家 你愿意给这个社会做出多少贡献 那knowledge怎么样来储备呢 就是一个就是你要就是当然就是阅读了 各种各样的阅读 你要有一定的这个阅读习惯 然后可以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就是每天都有不同各种各样的消息 那么你怎么样从这些各种各样的消息里面 快速的提取关键信息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 就你是不是关注实事 像这一类major的学生 就不是那种两而不闻窗外式的 绝对不是那种 就是你要知道what's going on in the real world 这个是一方面 第二个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就是你是不是 就是你是一个很冷的 就是只知道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机器呢 还说其实你是愿意把你所学到的知识 用来服务于社会 然后第三个当然就是citizenship 就是你有多关心自己的社区 你有多关心自己所在的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 接下来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些 那么具体的一些 从我们从活动的这个角度来说 对吧 那我可以怎么样来为自己准备 那么当然就说 根据你想要申请的这个专业 不管是econ也好 还是psychology也好 或者是political science这方面的话 其实都有很多可以做的东西 就只要记住刚刚的这三点 就是你怎么样来储备自己的知识 怎么样来服务社区 怎么样把你所学到的知识 运用到自己的这个community里面来 那么可以就是参加的活动 有很多从学校的这个社团 到这些academics的 academic方面的一些competition 然后这个leadership volunteering 还有summer programs work experience research personal project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活动 你比如说像我之前 有学生要申请这个 admission team psychology major 那么他是有去这个hospice 做volunteer 就是专门给这些临终的 这些病人 然后就是给他们提供counseling 其实就是和他们聊天 然后让他们能够在最后的 这个时间里面 能够过得舒心 这方面的volunteer 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你要接受培训 然后就是你要愿意付出 你要有强大的内心 然后也有学生 就是有做像跟这个孤儿 跟faster children有关的 这些volunteer 然后还有学生 他去到医院里面做intern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也有学生 参加这个psychology方面的 summer research program 那么这些都是 就是说根据自己的兴趣 然后就是说根据具体的 当然其实这个就是 你具体要做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根据 每个人不同的需求 和不同的情况 那么总体来讲 就是说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说我突然飞到哪个国家去 去那边修个房子 或者说是去到山区里面 交一交小朋友 一个暑假飞去一个星期 或者说是去到哪个第三世界国家 然后就是去当地扶贫啊什么的 就好像这些就是很好的经历 其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仅仅是这样去做一下 是体现不出来你的人文关怀的 那么其实你只有你在你做的过程当中 你要想想自己是不是 真正的有这个commitment 你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 以及你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做出多少的贡献和成就 这个是更重要的 那么ecom major 其实ecom major 可以准备的方向也有很多 除了学校的一些相关的 这个社团之外 你比如像什么这个 我之前有学生参加的这个MUN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和ecom相关的 summer programs 其实journalism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ecom专业的一个 就是准备 就是准备的一个课外活动 因为你在就是这个journalism的过程当中 你必定会涉及到许多和这些policy和经济 相关的一些topics 那么像public policy 那就更是你做这个journalism 对吧 你就会会要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叫去采访 你叫去调研 那么从就是从正方向的话呢 就这个leadership当然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你们都是这个未来的国家的领导者 对吧 那么要进行leadership方面的一些发展和培训 political science这个的话 就是首先你要有interest 那你想我有一个学生 他其实在高中期间 就是喜欢各种各样的 就社科方面的课 也上了很多 从历史到人文到经济学 就是都学了很多 因为所有的这些学科 其实最后都是可以为political science做准备的 因为你要去研究这个整个这个国家 或者说是其他国家的这个政府的机制 那么必定就是和这个历史和人文 和这个国家经济发展 经济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这个是这些国就是 如果说是要申请这些专业 那么你可以做的准备 当然again就是说 至于我就是具体要做什么活动 然后就是什么时候要开始做什么 那么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结束之前就是有一点 感想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想走这一类的专业的话 那么学校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个是和stem专业非常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stem专业 它是非常highly technical 对吧 就是你学的 你学的东西你马上就可以用 你哪怕是学校不那么好 但是你只要在学校里面 你这个coding skills能过关 对吧 你这个学校这些专业课 你学的好 你具备这样的技能 你的雇主就是喜欢 他就是要 哪怕你就是Selsea State的 你硅谷的这些公司 都是都是OK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走这一类的专业 那么你就一定要去好学校 为什么这些顶级的投行 为什么这些顶级的这个咨询公司 他招的都是滕校的依康专业 而不是不是其他的 就是236的学校的依康专业呢 就是因为这些就是专业 他其实他没有 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一个bar 不存在就是说 好像就是他的这个entry barrier很低嘛 就你好像都可以去学 所以那雇主怎么样来区分 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candidate 那么这个学校就play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这里面 所以你要考虑 如果说我是走这个 那么学校就非常重要 那我今天讲座所要分享的内容 就是这些 好的 谢谢Erika老师 今天非常详细的这个分析啊 那希望我们的讲座 能帮家长更加的深入了解了 这个non-stamp专业有什么选择 那我们之后的这个讲座呢 会在我们的讲座家长群中 公布出来就是我们每期讲座的报名链接 那也欢迎家长呢 进入到我们的家长群当中 可以扫描屏幕上我的二维码 我来邀请您入群 因为我们的群呢是需要邀请的 如果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高中规划 和大学申请的问题 也欢迎您致电 或者是微信联系我 email也可以进行咨询 那我们每周六的教育现场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不见不散 谢谢您的参与 谢谢您的参与